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是来开箱一个东西啊 叫做Cargo Carrier Heavy Duty 的那种 才是可以折叠的 就是用的时候的放下来 就是一个小平台 不用的时候就放上去 就可以收起来了 嗯是这样子的 呃买这个东西啊一定要 小心再小心 不要买那种便宜的哈 这个我一再警告这个 一分钱一分货 呃他这个可以装750磅 但顶多500磅了 或者600磅这里 我看到很多朋友呢买那种 很便宜的那种 然后呢 这个架子都弯掉了 或者都是斜掉了 甚至就是说没有支撑了 你要避免这种架子 然后这个呢 我到店里面去看了一下 它是非常结实的 好了现在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组好了 螺丝该领的都领了 二四六八八颗螺丝 再加上这个拼和这个 这是中间的铰链 然后这是活动的关节 它可以折叠 就好像手一样用的时候 摊开装一下 不用的时候这样子折回来 看一下这是 呃算是 最后一物啊 嗯啊这个大螺丝给它领紧 就装这个东西啊 如果说是纯手动的话 呃 说实话 纯手动模式的话 是很耗时间的 呃 打发时间还是有错的 ok 各位 好了 看一下 呃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打开 可以折下去 看折下去以后呢 这个再弄上材 这样子 它就好像 呃 呃 那个什么 靴子的那个 呃 怎么说呢 这就好像是 蝎子的那个尾巴 这个结构的 也就是带着这个拖车干的 把这个 拿下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头就这个头 给它插上去就行了 先给你们演示一遍 蛮重的哦 嗯 拖车结构很重 然后这个货架也很重 哇好重 我把我自行车 撞在后面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哎 漂亮 哎呀 可以放在上面了 而且可以放两台 然后呢 给它折起来看一下 装了这个利用率会 对我来说的话 可能是 呃 利用率会高一点 好这是 就是那个针 后面就是这个 呃 但是你要先把门关过去 才把它折下来就湿了 过架 OK 搞定 收担